大家好,欢迎来到Jerry口语为讲堂。 好的,咱们今天来看一下Part 2的一部分,咱们来看如果通过改善我们发音的技巧来达到我们提分的效果,OK? 好的,咱们来看一下Jerry这一段是怎么说的,我说Alex exploded and complained to Jerry, See what I told you,If you're not a stubborn and listen to me,then we wouldn't waste the whole day getting stuck in the crowds,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there would be thousands of people waiting there,Jerry fought back,OK? 好的,在这一段回答当中,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太多复杂的单词,我们单从发音的角度就可以做出来很多的提分点。 首先第一个,我们就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重音,首先重音的话,虽然课本上是这样去教了,课本上会对我们说, 需要去重content words,对不对,就去重你那些诗词,但实际上接着刚才我在这个回答当中,我并没有全都去重诗词,或者说每一个诗词我都去重音,甚至说我重了很多的虚词。 好,首先第一句话,这个比较激烈的话是See what I told you,OK?See what I told you,所以说你这块重音在哪?在told,OK?在told上边,See what I told you,right? 对不对?这块还有一个,咱们还有一个小linked sounds,这个d和y,在连带一起的时候,它发知的音,对吧?比如,did you,told you,told you,不是told you,told you,不是这么说,told you,see what I told you,right? 对吧?去这么说,关键是这个重音,重音重在told上面,对吧?按理说,咱们课本上说,这个c,c也是实词,对吧?那我也按理说,动词我也应该去重音,我们并不需要去重c,OK? 好,那后边的更厉害了,比如说,so if you were not that stubborn,listen to me,OK?对吧?刚才这块重音重的是谁,对吧?这是一个虚词,对吧?这是一个代词,对吧?你如果没那么轴,对吧?你听我的,对不对?你听了我的话,listen to me,对不对?所以说,我就跟大家说,这个重音啊,它是很有讲究的,咱们确实需要去系统的去学习,不是说我光去重content word,我这个语言语量就全都对了, 咱们还是要根据情景去决定的,好,所以这是第一点,我们要知道有重音这么一个加分点,我们要能给它做出来,说出来,对吧?好,第二点是什么?第二点就是咱们整体的语速 咱们我刚,我知道有很多同学会说,就是说,啊,Jerry,你这个说的太快了,对不对?说的太快了,我跟不上了,怎么样了?你其他部分的回答,你可以说的稍微慢一点,比如说,Alex exploded and complained to Jerry,对吧? 这都算是正常的语速,但是,咱们之所以讲这一段话的目的,同学们,你们要知道,对吧?我们是要表现是什么东西?我们是要表现这个argument,OK,对吧?两个人的吵架,你听说过有人吵架这么吵吗? See what I told you,If you were not that stubborn and listen to me,如果你听我的,咱们就不会在这边卡在这边,挤在这边,对吧?这是吵架吗?这不是吵架,对不对?所以我们要知道,我们要有感情,我们要说话,要有一些语速上面的变化,对不对?所以说咱们有些同学,实际上感觉说我,啊,有变化呀,对吧?但实际上Jerry,咱们在做一些点评当中,对吧?可能还需要再进一步改进了,所以说这些就需要一对一的单独点评 好,还有第三点,第三点咱们在这块,大家来看,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?OK,我这块怎么说的,我说的是supposed to know,OK,对不对?所以这块咱们很多同学可能会说成,supposed to know,这就是我们吃英文类识的其中一个问题,我们want,want,I want to do,I want to do,I wanted,should,people,对吧?然后什么like,think,I think, 对吧?真的,就一点儿不夸张,就是这样发音,I think you are right,right,right,think,对吧?这些发音的话,咱们要给它弱一点,对吧?think,OK,I think you are right,OK?这是一个linking sounds的其中一个技巧,对吧?Jerry在课上依然会去讲到,依然并且我会在点评当中里面帮你去审,对吧?你现在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,你有没有改正,OK? 好的,这边就是今天Jerry口语微讲堂的内容完,如果喜欢Jerry的节目,也欢迎能够慷慨三连,点赞,转发加关注,OK?I will see you next time,bye! 好,但如果口语被考感觉迷茫无助,请不要再浪费时间,你需要由老师亲自知道,今日前20位添加Jerry老师微信的同学即可获赠Jerry口语微讲堂视频,以及体验版小范围考题预测,OK?要回复暗号Jerry口语微讲堂才能对话哦! 我们下期再见!